2024年蜀洋人的全年运势,其实2024年是蜀洋人一个很好的开始。 只要维持好良好习惯,保持一颗平衡心态,便能顺利度过这一年的挑战与困境,抓住更多的机遇,迎接更加辉煌的未来。 我们来了解一下,2024年蜀洋人的全年运势详解,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进行参考和借鉴。 2024年是农历甲陈农年,蜀洋人的全年运势总体来说会比较顺畅,整体财运比较平稳,但是也需要注意不要过于冒险求胜,要保持谨慎的态度。 工作方面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,但只要你能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,便能顺利度过。 感情方面,单身的蜀洋人可能会有新的恋情出现,有伴侣的蜀洋人则需要更多的关心对方,多沟通,以维护彼此的感情。 健康方面需要注意饮食和休息,切勿过度操劳,导致身体压健康。 在公共事务和社交活动中,蜀洋人要注意言行举止,更好地与人相处,要保持乐观豁达的态度,这会帮助你度过任何困难和挑战。 蜀洋人的婚姻及情感,蜀洋的人通常都是比较害羞的,有柔弱的孩子气,同时,蜀洋的人他们的依赖心很重,在恋爱中一直属于被动的地位。 由于蜀洋的人大部分没有责任心,而且意志薄弱,容易上当受骗。 蜀洋的人在面对爱情时有美丽的憧憬,他们都有着精神上的享受,所以恋爱观点也和传统观点不一样。 在爱情方面,蜀洋人具有迷人的魅力,但感情脆弱,往往容易受到挫折,恋爱史上会发生坎坷波折, 如果没有足够的爱情与足够的安静的环境、多情的羊儿,可能在转眼之间就被异性所摧毁。 蜀洋的女性通常都很善良,愿意照顾别人。 她们会守身如玉,与其约会,在十次的约会中可能只能允许一次。 蜀洋的男性、自尊心以及自治力都很好,所以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向对方示爱,除非你对爱情看得比较随便。 否则,不要深入蜀洋人的爱情漩涡,他们虽是痴情人,但却不是一位标准的丈夫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佛说,人生是一次随行的旅程,身体是灵魂借助的客栈,对于茫茫无涯的事件而言,今生只是过客。 来到人间成为过客,都是有使命的。 有些人的使命是为了做成一番大事业,有些人的使命是为了给某些人报恩,有些人的使命是为了还债,做成一番事业和报恩,这两件事还是很好理解的。 唯一让人迷茫的,就是还债二字。 人,为什么需要来到这个世界还债呢? 若无亏欠,便不会相见,更不会诞生于世。 就是因为我们亏欠了别人,所以我们无法摆脱这些因果,就只能来到人间偿还自己的债了。 有些债是情债,有些债是钱债,而有些债则是命中注定之债。 这些债,哪怕我们想逃避,也逃不掉。 因为该承受的业力,谁也无法改变。 想起这么一句话,钱是因,金是果。 钱是亏欠,金是偿还。 来到人间的我们,只要还了这三种债,此生就圆满了。 一,仇怨之债。 有的人来到你身边,会对你特别好,这是贵人。 而有的人来到你身边,会伤害你,甚至让你人财两空,这是讨债之人。 就拿败家子来说,他降生到你的家庭,并不会孝顺你,也不会对你好,就是来将你的家产挥霍一空的。 对于败家子,所有人都觉得是父母的教育不当所导致的。 实际上,一部分原因跟教育有关,而另一部分原因跟因果有关。 你在钱是亏欠了他,那你在金是给他一些补偿,你们俩的恩恩怨怨就一笔勾销了。 如果败家子这个例子不够典型,那我们不妨看看身边的小人。 为什么这些人在别人面前是君子,而在我们面前则是小人呢? 因为他一看到你,就对你产生了厌恶的感觉。 这种感觉是天生的。 既然如此,他不就只能算计你了吗? 对于所有的仇怨之债,我们没必要有任何抗拒的心理,坦然一点,乐观一点,顺其自然,才是最好的解决之法。 二,恩情之债。 在这个世界,既然有报酬讨债一说,自然就肯定有感恩还债一说。 你在上辈子得罪了小人,所以他这辈子来找你讨债。 反之,他在上辈子帮助了你,这辈子你们又相遇了,那你也会主动地向他报恩。 这个人,有可能是你的父母,有可能是来找你帮忙的人。 望着逐渐老去的父母,很多人都会勒紧裤腰带,将余钱用来给父母养老,就希望他们活得安稳一点。 这,既是他们的义务,也是对于父母的感恩之情。 除了父母,在外面你还会遇到一些看得比较顺眼的人,他们来求你帮助,你立马就答应了,根本不会拒绝。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答应,反正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劝你,要你帮助这个人。 如果你不帮助,你又会内心不安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这所谓的内心不安,就受到因果的影响。 你欠了别人什么,你就需要偿还别人什么,所谓欠债还钱,天公地道就是这个道理。 三,感情之债。 俗话说,百年修来同传度,千年修来共枕眠。 缘分这种东西,那是说不明白,也很难讲清楚的。 因为它就像是无数根若隐若现的丝线,一直缠绕在我们的身边,同时也引导我们一直走下去。 最形象的,就是许仙和白娘子,为什么前者和后者会相遇,甚至相爱? 就是因为前世的救命之恩,牵扯来了这段缘分。 夫妻或者情人之间的关系,也是如此。 为什么他和他会一见钟情,而不跟别人一见钟情? 说到底,就是他跟他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。 有些夫妻还未结婚的时候,就分割天南海北,按道理来说是一辈子不会相见的。 谁知道他们相见了,还相爱了,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因缘了。 这种情债,不一定都是好的,也有一些是孽缘。 只不过,如果我们命中真有情债,那我们也只能默默承受。 这,都是人生于世的历练。 历经人间千百事,只为度尽有缘人。 复旦大学的王德峰教授说过,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业力,只是每个人的业力有大有小。 你跟他的缘分比较深,业力比较大,你们相遇也是必然的。 你跟他的缘分比较浅,匆匆一面就没了,那你们再往后余生就不再相见了。 对于这尘世间的债,我们不要纠结,也不要惋惜,更不要内心不甘。 一切之事,存在即道理,出现即真相。 我们无法改变现实,就只能接受现实,做好自己的本分,履行好自己的义务, 甚是善终,不辜负相遇,也不辜负这百年人生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